大家好,我是小林丰卫 夏天到了,天气越来越热,人体内很容易有湿邪和暑热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款北京的夏天小吃酸梅汤 酸梅汤所用的材料是百姓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性质干瓶的去熟佳品 在那个没有空调和冰箱的时代,这是老祖宗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食材来了,50克山楂,50克乌梅,3片干草,以及100克的冰糖 就这么几位,非常简单 因为是干的,所以我们需要用清水先把它们清洗一下,去除表面的浮沉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纯净水把它们泡在那里 泡到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涨发了,就可以开始煮它 这个过程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有的朋友喜欢用纱布把这些材料包起来,怕有渣子 我不喜欢那样做,我希望所有的食材都伸开腰汁,把它所有的能量都吐出来 如果觉得有渣子,最后过滤一下就可以了 煮好的酸梅汤,颜色层棗红色非常漂亮 大概煮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把100克的冰糖放进去 然后让它自然放凉 我喜欢喝温热一点的酸梅汤 在下午,酸甜适口,宜然自得,非常享受 如果喝酸梅汤能有几块绿豆糕就着就更好了 现在许多家长都不想让孩子喝过多的碳酸饮料 小孩子喜欢加冰的酸梅汤 打球回来,一饮而尽 不停地说,再来一杯 所以,这老一代的去属家品 对新一代的孩子健康成长 同样是有益多多哟 谢谢您的收看,我是小林丰卫 喜欢就加个关注吧